私人期待血库康盛人生集团董事会 因为前员工可能存在不当行为 向警方报案 集团早前经过内部调查后 发现第一个储存罐的2200份期待血受损 康盛人生集团去年11月 在22个期待血库储存罐中 发现7个超出可接受的温度 这个月较早前 卫生部也揭露了另一个储存罐 和冷冻容器内也有5300份期待血受损 康盛人生集团的7名现任和前任董事 因涉嫌此案被捕